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客户群体包括苹果和辉达等知名科技巨头,得益于人工智慧技术的蓬勃发展。 台积电成功地度过了由大流行引起的需求减少的艰难时期,其股价也达到了历史新高,年初以来,台积电每股涨幅已达到40%。 这种卓越的业绩表现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台积电的预期,人们普遍预计这家全球最有价值的晶片制造商将在今年实现稳健的增长。 此前,有报道指出,台积电将上调2024年资本支出,由原预估280亿至320亿美元,上调至310亿至340亿美元,调辅于7%,并预计今年的收入至少将增长20%,从而扭转2023年的小幅下滑局面。 台积电此前在1月份宣布,其人工智慧领域的收入正以同比50%的速度快速增长。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该公司正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积极建设新的工厂,以供应给亚马逊、微软等互联网巨头的数据中心。 自2022年10月的市值低谷以来,台积电市值已经翻了一倍多。 投资者押注该公司为辉达等生产的先进人工智慧晶片的持续需求,抵消了人们对全球智慧型手机衰退的担忧。 在AI热潮推动晶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台积电2024年一季度营收增速为一年多来最快,表明全球晶片市场现已开始从2023年的大跌中复苏。 台积电4月上旬报告披露数据显示,一季度销售同比增长16.5%,达到约新台币5926亿元,折合185亿美元,超出预期的5795亿元新台币,创2022年来最大增长,也为历年最旺的第一季。 其中,三月销售额为1952亿元,环比增长7.5%,同比增长了34.3%,台积电1至2月,营收为3974亿元新台币,折合126亿美元,增长9.4%。 其中,一月销售额2157.9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7.9%,二月销售额1816.9%, 5.5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11%。台积电首季合并营收季减5.3%,但较去年同期增加16.5%,大致符合法人预估首季业绩,按当季实际汇率约为5986亿元附计。 法人分析,台积电于元月法说会释出首季美元营收目标180亿美元至188亿美元,当时平均汇率假设为1美元兑换新台币31.1元。 不过,今年首季新台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贬值3.92%,汇率有利因素助攻下,有助台积电业绩表现。 台积电仅提供美元财测,并未提供新台币预测营收。 美元营收实际数字,则仍待4月法说会时公布,按汇率回推,约在财测中间值185亿美元附近,符合预期。 展望未来,法人预期,台积电今年营运,有望逐渐走强,受惠高速运算,HPC与AI应用弥补消费电子新旧交替影响。 预估台积电,本季美元营收,有望挑战,避免同期新高,较首季持平至即增4.3%,年增17.3%至22.4%。 谈到403大地震影响,台积电表示,晶圆厂内的设备已大致复原,感谢同仁及供应商伙伴的共同努力。 台积电今年美元营收成长目标维持不变,预计成长低至中段20位数21%至26%。 另外,台积电将在6月4日举行股东常会,届时将改选10名董事,含7名独立董事,另外将讨论核准发行新年度的限制员工权力薪股,修订公司章程等议案。 与此同时,一份新报告称,台积电开发的2奈米制程处理器的计划已经实施了近两年,苹果案计划将在2025年中后期的iPhone 17 Pro系列等设备中使用这一技术。 根据DigiTimes报道,台积电的2奈米晶片研发工作已不如正轨。 2025年推出的iPhone 17 Pro和iPhone 17 Pro Max所用晶片将率先使用该工艺。 报道还指出台积电的2奈米工厂也受到地震影响,部分设备需要更换,不过由于当前2奈米工艺仍处于研发和试产阶段,因此受损的晶元数量不超过。 早在2022年,苹果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就宣布计划到2025年量产2奈米晶片。 公告发布后不久,有报道称,苹果的iPhone 17 Pro将是第一款配备全新制程晶片的设备。 在2024年初,有消息称,苹果已经获得了台积电2奈米晶片的全部产能。 他们将在iPhone 17 Pro和Apple Silicon Mac上使用。 台积电还在开发一种增强的2奈米工艺制程,称为N2P。 预计到2026年底正式推出,但这对iPhone 18 Pro来说可能已为时已晚。 不少人预计,苹果将为iPhone 16 Pro和iOS 18引入新的生成式AI功能。 因此,为了带来更好的AI体验,手机和新系统需要更强大效能的处理器。 但实际上,好的AI体验更需类似苹果神经引擎这样的功能。 这些功能是专门为它设计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供了多年。 根据产业链消息,台积电的2奈米和1.4奈米工艺已经取得了新的进展。 据了解,台积电的2奈米和1.4奈米晶片的量产时间已经确定。 2奈米工艺的市产将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而小规模量产将在2025年第二季度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台积电在亚利桑纳州的工厂也将参与2奈米工艺的生产。 DG Times还报道,台积电正在按计划推出7N2节点的2奈米晶片制成工艺。 计划于2024年底进行小规模生产,并于2025年进行大规模投产。 与此同时,台积电现在正朝着生产1.4奈米晶片的方向发展。 到了2027年,台积电将开始推进1.4奈米工艺节点。 该公司在内部将其1.4奈米制成工艺称为A14。 但不要与2020年iPhone12系列中的处理器相混淆。 按照目前的情况,台积电最新的工艺制成很可能会由苹果率先采用。 按照台积电的量产时间表,iPhone17 Pro将成为首批搭载台积电2奈米晶片的手机。 而根据苹果的命名规则,该晶片将被称为A19系列。 至于1.4奈米工艺,考虑到量产要等到2027年,iPhone19 Pro系列有望成为首批采用该工艺的产品。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